能看到今天天的太热了 起码就356度了 太晒了 但是今天仍然要帮一个粉丝 转弯一台车 各位朋友们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 像奥迪A6 宝马5C 各方面的一些价格 但是今天 就有一些朋友们来跟我说 说他想看一看 贵一点的车型 比宝马5C 奥迪A6 还要贵一些的车 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好景 我今天就给大家找了一个典型 兰德库鲁泽 这张车 非常的好看 后市一个套件 咱们也来看一看 新车兰德库鲁泽 现在能卖什么样一个价格 或者这么一个车 大家感觉值还是不值呢 我现在就跟大家一起 去到二五车市场上 来给大家找一找 这张车大概能值什么样一个价钱吧 来吧朋友们 这个就是给大家 来到市场上所找的一个 兰德库鲁泽了 它整个一个外观 大家感觉怎么样吧 反正我感觉 绝对可以给它打一个100分的 特别的好看 它这是个黑化版本 整个一个外观 不管是浅缸 中网 还是轮辜 都是变的 非常的帅气 甚至说感觉 比他大哥 库鲁泽的那些男人兄弟 像LX5系里面 都要更加的帅气一些 这辆车的 它配置已经是不低了 是属于2020款当中的VX杠 其实它就是一个顶配 顶配的一个库鲁泽 非常的棒 它这个车 车长的5米17 吃完是1米97 已经是全只寸一个SUV 你要再大一些的话 这个车你开往去感觉很笨重 不过这个车 还算是适中的 还是很不错 再接下来 再看一看 这个兰德库鲁泽 内饰什么样子吧 内饰方面 咱就这么说吧 它整个还是做的非常的规整 全车这么一个双色一个大屏 屏幕呢 做的也很大 不像其他屏幕都做的都很小 然后这辆车也有着坦克掉头 如行模式 不过各种的插头器 插头锁都有 这是它的一个冰箱的 冰箱呢 也是库鲁泽高轨车型才会有的 双上盘质感也很不错 采用的是一个真皮的一个座椅 然后呢 这是它的一些按键 像自动大灯 自动调节 电动控制机 这都带 天窗一个小天窗 当年裤子基本上都没有天窗 戴个天窗呢 就已经算上很高的配置 后排呢 独立调节的一个猪蜂狗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其实这辆车后排空间呢 还是非常大的 做一句呢 排了二两腿呢 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整个车呢 做的非常的贵 很棒啊 这辆车因为加装的不少东西呢 也是啊 挺值钱的 那最后就这辆车它一个价格 大家感觉它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马上为大家啊 来解决 朋友们 咱这个车咱看完了 真的是选装了不少东西啊 这辆车是新质制造价 117万 刚才问了 车上卖多少钱呢 1194,000 感觉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了 大家想想要吧 这辆车现在就加了2万块钱 还加了那么多东西 很值上 落地价格呢 大概是在140万左右 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花个140万 买一个兰德库鲁 直不直呢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新车呢 脚来卖二手呢 火力率也会特别的高 老铁铁铁喜欢这个车型吗 如果大家又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也欢迎在频率下方多多留言 我们下期看有没有 别的车啊 要得说说车 明天给大家带一款车 你想爱什么车都得跟我说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